未来你穿梭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 都有可能像他们一样被监视 中国企业目前正在研发打造世界上最大的人脸识别系统 透过安装数亿万台摄像机 数秒钟内就能搜寻识别出公民的个人资料 我们要对这个人脸进行关键点的定位 我们需要定位出它的眼角 以及鼻尖 鼻翼和嘴角 描述完了以后我们要去到库里面去做人脸的比对 度量完了以后如果他们两个的特征的这种向量的距离 小于某一个预值的话 那我们就认为它是同一个人脸 人脸识别系统被指侵犯公民隐私 但是部分专家认为将识别系统投入打击犯罪 为安问题更为重要 我认为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当中 既有安全的问题也有隐私的问题 但是当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 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更侧重于安全 也没有啊 就是我又没多少什么区域议事 他拍呗 对吧 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目前人脸识别系统以较小规模运行 包括警察数据库 省市级身份信息库 但是这些系统都分别操作 且规模很小 目前还有一个包括嫌犯和政府重点关注对象的全国数据库 全国人脸识别系统建立完成后 这些数据库或将继续独立运行 NDPT综合报导 我们的典型态 独立马 北出雷 许是 北出雷